大家好 本视频数据来源为2021年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及2020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榜 白手起家女富豪财富标准为身价10亿美金以上 中国白手起家女富豪2021年高达85人 广东深圳入选10人 占比12% 财富值共计2635亿元 其中力讯精密王来春几届2021年女富豪榜前十 汤泰生物原力评为首次进榜 其余女富豪均为多次入选白手起家女富豪榜单 十位女富豪中 迪美清的湘江集团 朱林瑶的华宝国际未进入2020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榜 其余企业均连续两年入选500强 十位女富豪均进入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其中力讯精密王来春几近榜单前200 堪称名副其实的巾国不让虚美 排名十 湘江集团迪美清 迪美清出生于1964年 现年57岁 广东广州人 现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湘江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湘江集团创立于1993年 由迪美清白手起家 以家居经销为主 后主要涵盖房地产业、资源能源、金融投资领域 企业宗旨为办好实业、回报社会 目前湘江集团 由2019年企业估值200亿胡润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367位 下降出局 未进入2020年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名单 目前迪美清身价70亿元 2021年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115位 与上年相比 财富值无变化 排名下降28位 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与先生刘志强 共同身价190亿元 排名第1172位 排名九 信力太廖清清 廖清清 出生于1949年 现年72岁 广东梅州人 现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深圳信力太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叶成海的妻子 信力太创立于1998年 由廖清清与先生叶成海共同出资成立 主要生产经营化学粉剂 片剂和胶囊类等产品 企业宗旨是以患者为中心 目前信力太以355亿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318位 较上年企业企业估值上涨46% 排名提升19% 目前 廖清清身价80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115位 较上年财富值降低8% 排名下降31位 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 与先生叶成海 共同身价310亿元 排名第663位 排名八 海浦瑞李坦 李坦 出生于1964年 现年57岁 安徽富洋人 现居住于广东深圳 本科学历 与先生 李李共同控制深圳海浦瑞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海浦瑞创立于1998年 主要生产经营甘肃纳原料药和甘肃纸剂 企业宗旨是科学 时政 勤勉 和谐 目前海浦瑞以310亿元的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 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375位 较上年企业估值上涨31% 排名下降9% 企业增速低于榜单内其他民营企业 目前 李坦身价90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89位 较上年财富值降低13% 排名下降41位 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与先生李李 共同身价205亿元排名第1040位 排名7 景旺电子黄晓芬 黄晓芬出生于1963年 现年58岁 居住于广东深圳 大专学历 现任深圳市景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景旺电子创立于1993年 主要生产线路板业务 企业宗旨专业专注 精心精品 目前景旺电子以295亿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 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400位 较上年企业估值上涨12% 排名下降30% 企业增速低于榜单内其他民营企业 目前黄晓芬身价95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81位 较上年财富值降低6% 排名下降33位 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 以身价95亿元 排名第2238位 排名六 瑞生科技吴春元 吴春元出生于1971年 现年50岁 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瑞生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瑞生科技创立于1992年 主要生产麦克风 扬声器及其他用于手机和数码音乐播放器的声学产品 目前瑞生科技以460亿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239位 较上年企业估值下降19% 排名下降53% 目前吴春元身价105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78位 较上年财富值降低30% 排名下降47位 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 与先生潘正民 共同身价195亿元 排名第1130位 排名五 玉童包装科技 吴兰兰 出生于1974年 现年47岁 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深圳玉童包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副总裁 玉童包装科技创立于2002年 主要为高端品牌包装提供专业的整体解决方案 企业宗旨是客户至上 人才为本 持续创新 协作共赢 目前玉童包装科技以300亿元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385位 较上年企业估值上涨30% 排名下降9% 企业增速低于榜单内其他民营企业 目前 吴兰兰身价165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48位 较上年财富值增长37% 排名下降10位 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与先生王华君 共同身价205亿元 排名第1040位 排名四 康泰生物 袁丽萍 出生于1971年 现年50岁 居住于广东深圳 对外经贸大学本科毕业 袁丽萍由于与前夫杜伟民离婚 获得康泰生物股权 但不谋求康泰生物实际控制权 表决权 康泰生物仍是保持杜伟民的实际控制权 目前康泰生物以1230亿元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 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80位 是上年企业估值2.5倍 排名提升41% 企业增速远高于其他民营企业 目前袁丽萍身价245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排名第29位 属于首次登上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 以身价245亿元 排名第870位 其前夫杜伟民 身价290亿元 排名第736位 排名三 华宝国际朱林瑶 朱林瑶出生于1969年 现年51岁 四川人 现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华宝国际集团主席和总裁 华宝国际创立于2004年 主要经营业务有实用香精和烟用香精的开发生产 目前 华宝国际未进入2019年 2020年 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榜单 仍需努力 目前 朱林瑶身价365亿元 2021年 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 排名第21位 较上年财富值增长87% 排名下降一位 2021年 胡润全球富豪榜 以身价365亿元 排名第534位 排名二 领益制造 曾方琴 曾方琴 出生于1965年 现年56岁 现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领益制造董事长 总经理 领益制造 创立于1975年 主要经营消费性电子产品 企业宗旨是制造引领世界 努力成就梦想 目前领益制造以858亿元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 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120位 较上年财富值增长16% 排名下降28% 目前曾方琴身价520亿元 2021年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17位 较上年财富值增长7% 排名下降11位 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以身价520亿元 排名第336位 排名一 力讯精密王来春 王来春出生于1967年 现年54岁 现居住于广东深圳 现任力讯精密董事长 总经理 力讯精密成立于2004年 主要进行连接器的研发 生产以及销售业务 企业宗旨是以科技连接未来 目前力讯精密 以4170亿元企业估值 排名2020年 胡润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第18位 较上年财富值增长56% 是上年财富的2.3倍 排名提升36% 目前王来春身价900亿元 2021年胡润全球 白手起家女富豪榜排名第6位 较上年财富值增长69% 排名下降2位 2021年胡润全球富豪榜 以身价900亿元 排名第170位 第170位